针对花莲0403地震灾后的重建 昨天行政院是通过了280亿元的 这个灾后重建的预算 不过今天花莲县长许正卫 还有国民党团总组傅昆奇 两个人是一起开记者会 那除了呢是来宣布四大花莲的这个旅游方案 更是喊出他们希望要把整个预算是提高到400亿元 另外针对今天早上立法院上演的表决大会 那包含了这个沈柏阳所提出的 要限制立委到中国的这个修正条案呢 也是被退回的 另外还有包含了电价审议的这个部分呢 通通是在蓝白联手之下是过关的 也让民进党这边呢是来痛批 蓝白现在是在联手卖台 对此傅昆奇都有最新回应 但您一起关心 这个绿色共产执政啊 我觉得现在民进党执政 比共产国家还要可怕 他不了解什么叫做民主 什么叫做尊重民意 你就是40%的政府 你要怎么样去掌握国会 我们再次的强调 一个双少数的政府 还不能谦卑的来倾听民意 一定会被民意所吞噬 所淘汰 民进党应该好好的来跟在野党沟通 而不是每一件事情都是攻击在野党 全世界都在进步 台湾还在退后 我们要再次的强调 尊重民意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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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民进党你的谦卑到底在哪里 好可以听到这个富坤奇表示呢 他们是希望整个在灾后重建的部分预算是可以提高到400亿的部分 那也希望民进党政府是可以赶快开放陆克来台 这样子才能真的有效的去振兴花莲当地的观光 另外针对早上的这个立法院里面进行的表决大战 富坤奇也强调哦 他们呢不要说是所谓的蓝白联手 他们代表的呢就是真正的民意 也呼吁说这个绿营不应该再一贯的继续傲慢下去